期末报告 因为我们再来就是下一个礼拜 就是期末考周 所以我给各位的矫交期限的话 刚好就是下个礼拜 OK就29号的凌晨12点为止 好这最后期限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那当然没有特别的状况不要辞交 如果你真的有意外 也可能要辞 你一定要跟我讲一下 不然的话可能没办法给你分数 OK 那这个期末的成绩占百分之三十 所以如果你希望 你的成绩能够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矫交的这个期限 那矫交的内容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 就类似像集中报告 集中报告的重点可能是在 那个函数跟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但是呢 期末报告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说你可以延伸 你大概几个方向 你可以拿期中报告延伸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你可以找一个新的题目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技术上的话 我是希望你能够增加那个我们 就是期中之后呢 重点是摆在那个聚集录制跟VBA 所以我是希望说你可以 期末报告的部分 一定要加上那个VBA 就是你或者你用录制的也没关系 甚至你这个城市 你说老师我这个功力不太够了 没关系 至少你让我看到你的努力就好了 我讲过了 即便你那个城市 真的是有点bug 当然你要叙述一下 你说老师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我实在是立有未待 我可能没办法做到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啦 我是可以接受说你目前的程度是没办法 但是你之后其实可以这样花时间 我是觉得有必要啦 因为这个技术的话应该不可能到此结束 而且应该会越来越多啦 所以呢我是希望说你除了可以结合 那个就是其中之前的这些 就是像函数跟数据分析图表之外 另外的话呢可以用那个爬虫 那爬虫我们前面带的范例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什么 外汇的那个范例嘛 然后它还有一个大乐透吧 然后爬取资料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我想算是比较进阶 爬虫算是比较进阶的VBA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量力而为啦 如果你多做一些 当然就多加一些分数喔 那当然甚至有同学呢 想说不只做一个啦 你做两个三个四个 没关系你多做没关系 那你叙述一下喔 然后让我知道一下 你做哪些努力啦 OK 然后 可是也许啦 有的时候你目前时间不太够 你也许做不到 没关系你可以提一个构想 你有个想法 你想要做什么 但目前可能你只有开个头 后面的部分呢 你可以慢慢再补上 我是可以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 程式部分的话是一部分 但是想法我觉得蛮重要 如果你有想法的人 其实你会比较知道你该做什么 而且其实真的可以做出一些东西 甚至这个东西对于你将来就业是有帮助 以后 说明你面试的时候 很多人家会请你demo一些东西 你不是会VBA吗 你会demo给我看 也许你可以当一个作品给他秀给人家看嘛 人家说原来你这会 你自己写 对自己写的 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个就是 你将来的一个 一个 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 那当然除此之外 如果你假设程度更好 甚至你可以创业都没问题 因为像这种东西 未来市场上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不见得有人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商业化 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商业模式 有没有 其实一定很多企业都需要这些东西啦 那当然了 未来其实这个也是可以成为你一个什么 一个工作 有没有 甚至更有弹性 而且现在 我自己的软体设计的好处啦 就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上班 有没有 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然后能够有一台电脑 其实我是觉得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不见得一定要到办公室啦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所以重点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 我刚刚提过就是爬虫 OK 包括这个爬虫比较难啦 就量力而为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 我们 有做一个叫 那个绘图吧 那个 就是像那个什么 美元折线图 全部折线图 当然不一定是折线图啦 就是你把资料如何视觉化的部分 那第三个解决问题能力啦 我是希望说你如果不会的话 那你是不是可以结合像 ChargePT 可以问一下ChargePT上面 或者是说啦 像我在云端上面其实也提供了很多相关的爬虫 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那我刚刚又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其实除了用 就是Creditable那个物件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IE物件来下载资料 OK 我是觉得IE物件其实也蛮OK的 那你说IE物件是什么 其实IE物件是把那个IE浏览器 迁入到VBA里面 然后去控制 控制浏览器里面的内容 让它可以连接到某个网站 再把那个网站里面的东西全部抓到Excel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中间会有利用一个IE的一个动作 你说IE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浏览器啦 那IE浏览器的话呢 你说老师那现在IE浏览器 现在在新的电脑都叫Edge的嘛 叫什么 这个嘛 在下面这边有个叫Microsoft Edge 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Microsoft Edge 其实它里面也是IE啦 只是说换个名称而已 它其实不过你去执行它的时候也没有问题 也是一样可以呼叫的到 绝对没问题 这个东西都有试过 所以今天的话也许我们再来看一些 有关爬虫相关的一些练习好了 一些范例 当然如果时间不够 我大概就带几个啦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 看一下云端上面的 云端白板上面的 一样第四个单元 第四个单元里面 那请各位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就是 用IE物件去下载 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的这个范例好了 这个范例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这一个 那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这个范例主要提供给各位几个方向 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那个 所以你们可以连接到这个云端上面的第四个单元 用IE物件 应该有下载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资料 OK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面呢 其实我是来源的话是叫什么 交通部的那个统计查询网 那里面其实哇 这个网站真的包了外相 等于是所有交通相关的资料 其实这个网站几乎都有 但是因为太庞大了啦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你可以去里面找找看 这个网站其实资料非常非常庞大 那当然呢 我从其中的话 我找到一个主题啦 那因为它最后会产生一个连结 我就这个连结好了 OK 那这个连结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表格啦 那这个表格的话呢 当然呢 之前我们按右键把它检查一下 就是在左上角 表格左上角按右键检查的时候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table没有问题 不过呢 我试过了 这个网站还蛮特别 就是说呢 我们用之前讲过的 那个querytable的方式来抓的时候 我发现 奇怪怎么又抓不到呢 所以啦 假如说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用之前的方式 querytable抓取 这个网站的资料的时候呢 当然呢 即便它是一个table标签 你看到 你游标放这边嘛 然后按右键检查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格子 它的标签名声就th啦 那一整列的话呢 就是tr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tr 那所谓的tr指的就是tableraw 指的就是表格的一列啦 r的话raw嘛 那th的话就是head啦 就是tablehead tablehead的话 指的是什么 那个栏位的标题的那个头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应该都th 那这边好像它也把这个当th 那里面的储存格的话呢 它的标签叫td啦 OK 所以哦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标签呢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学会爬虫的话 第一件事情呢 你一定要看得懂什么 看得懂那个就是 网页原始码的标签 当然你说 老师里面很混乱 你不用全部懂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抓到最重要的 比如说呢 我刚刚讲的 一个表格的标签就是table 一列的话呢 叫tr 那一个储存格的话呢 它有两种 一种是th th的话呢 就是tablehead 就是它的什么 只要是栏位的名称啊 有没有 还有就是说 它的那个第一个栏位 它都会用th 然后里面的资料呢 就用td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tr 对吧 这边有没有说 这可以其实说 有没有 三角形的地方 其实就可以让你说 说放这一列的话呢 指的就是什么 这一列哦 有没有发现 这个tr指的就是这一列啦 所以呢 底下这一列 下一列就有没有 你会发现 你右边的 游标只要移动 有没有 它其实左边也会变动 所以你们观察一下 它会跟你讲 你现在指的是这一列哦 那这一列里面的 那个标签的话呢 重点就是第一个是th th就87嘛 你会发现哦 这个里面的话就是th 有没有 就是指的是这一个标 这个储存格 那我们要里面的资料的话呢 再利用一个它的属性叫inner test inner test就是里面的资料 帮我取回来 那取回来之后的话 我就指向一个储存格给它 它就把资料放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资料不是要取回来了吗 原则上大概是这样子哦 下一个是td啦 所以它是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td的标签里面 好 所以大概有这个概念之后就够了啦 其实如果假设你要用 就IE物件去抓那个 网页上的资料的话 它原理很简单 第一个哦 就是给它网址 然后让它载到那个IE物件里面 第二个的话它会帮你把 这个网页载进来 OK 不过它载进来的话 其实当然你看到的是这个前面的画面 但是它给你的东西一定是右边的部分 就是给你什么原始码 所以呢 如果假设你要解析里面的资料 一定要跟它讲说 我要你原始码里面的什么标签名称 里面的资料 帮我取回来 OK 特别注意哦 不是说你看到左边这个 它就直接给你 没有啦 没有那么方便 当然你说有没有很方便的工具 有啦 可是我觉得有些方便的工具 可能在解决问题上面 还是没有那么全面性 可能有些网页可以 有些网页不行 所以如果假设你每个网页 都要可以的话 我觉得IE物件真的还蛮方便的 OK 当然你说老师 如果我学Python 会不会更厉害 其实跟各位讲 Python做的事情跟这个一模一样 OK 不见得比较简单哦 因为Python里面的话 那真的是要学很多东西 而且如果假设类似的功能 可能做的事情更多 我觉得更复杂 不见得比较简单 OK 但是原理原则都一样 原理原则都是说呢 抓什么呢 抓网页上的标签 所以这个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标签名称 这个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话呢 你不管用什么语言 其实最后还是会有遇到问题的状况 反正呢 这个 原来HTML都固定的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demo一下 这个是网页上面的这个 资料嘛 那假如说我要把这个 表格资料呢 让它直接 变成是Excel里面的一个表格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程式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的资料 其实已经被我下载到这边了 这边跟这边一样嘛 它这个怎么来的 我把这个资料先删掉了 其实就是 我在云端上面放的底下这一段层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把程式原始码给各位 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应该 以各位的聪明才智 看懂应该没问题 但是要需要时间 OK 看懂应该会蛮有成就感的 居然可以看懂这么复杂的东西 但其实也没有太复杂了 我是觉得 OK 那所以呢 请各位 第一段是这个Sub 它的名称叫下载 然后一直到End Sub 就这一段 这一段是做什么呢 这一段其实就是把资料下载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有点小 你把它贴过来就OK 所以这一段 把它贴上好了 OK 就是第一段 其实有三段 所以你要不就是一次把它通通贴上 也可以 这三段 然后呢 记得哦 贴到哪里呢 开一个空白的活跃步之后 这边记得哦 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前面讲过 然后再把程式贴到它的模组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就有三个Sub了 然后自放大的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这个自放大一下 OK 这样就OK了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怎么样帮我把资料给抓下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IU物件抓资料真的还蛮烦 以目前来看 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 我觉得啦 我自己用过很多工具 我发现这个方法其实蛮简单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些细节部分 第一个我按F8慢慢组组 第一个就是先旧资料先清掉 这个跟其他写过都一样 Sales.clear 就是先把 目前是没有资料 所以就也没有产生作用 这一行的话就是说呢 它利用一个方法叫Create 顾名时期也Create 产生一个物件 那物件的话就是把那个Ie浏览器 其实指的目前应该指的是Edge浏览器 虽然你说老师名称不一样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呢叫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物件 名称叫Ie 所以如果你看到set 后面就是一个物件的变数名称 那名称这个自己取的 你不见得一定要叫Ie 如果你想要换个H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名称前面是什么 后面就要是什么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帮我Create进来了 如果这一行没错的话 那表示应该你的那个Ie物件就产生了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如果你是用Mac电脑的话 特别注意你的Mac电脑 除非你有装Edge浏览器 不然的话应该会不行 那你说你有没有 好像你们是Safari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Create object 可能后面加什么Safari.application 不过我不确定这个语法 它有没有support 你可能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把它载入进来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 因为产生一个Ie物件 它就可以利用Ie这个物件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叫Navigate 就是应该顾名式 就是把我这个浏览器指向到那个网站 所以后面的话给这个网址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网址很长一串 这个网址的话其实 这一串其实就是我刚刚放在那个 我云端上面的这个网址 其实就是这个网址 你当然这个网址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就是这个网址 意思就是说 我打开浏览器了 那你帮我把它连到那个网站上去 OK 那就是Ie.navigate 然后呢帮我连到那个网页上去 那它连上去的话呢 它会有时间差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我多一行 这一行怎么意思呢 应该看得懂吧 就是让Application指的是Excel 让Excel先Wait等一下 现在的时间加三秒钟 也就是让它停一三秒 为什么要停三秒 因为呢 你浏览器载入嘛 总要时间嘛 它不会一下 除非你家的频宽 超快的 它超快总该有个一秒钟吧 所以让它等一下 不然的话你如果直接去抓 那个资料可能会有时间差 就是那个资料都还没下来 你就去抓一定会抓不到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去抓这个网页里面什么东西呢 我刚刚讲过了 利用IE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叫 GET GET什么呢 Elements 指的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地方按右键检查 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这个标签名称 那整个就是Element 从这个Table标签开头到结束 这个就是一个Element 那Elements 里面呢 By TagName TagName的话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就是把里面的东西抓回来就对了 OK 所以呢我先抓什么呢 我先抓Table 那后面你会发现 Table里面呢 有一个刮弧1 这个刮弧1什么意思 主要就是说呢 这个网页里面 到底有几个Table 那我们怎么知道有几个Table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可以在那个Table标签上点两下 或者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Ctrl F Ctrl F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前面记得 再加一个小余符号 这个是指的是Table标签 好 那帮我找一下 这一个网页原始码里面 到底有几个Table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话 它会跟你讲说总共有两个 那目前位置在第一个 那我怎么知道第一个 我要的资料是第几个 你可以上下移动它 有没有发现 当你移动到第二个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它的那个选举 第一个的话是上面嘛 第二个的话才是这个区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 你这个刮弧里面是放1 那指的就第二个啦 你说老师不是输入2吗 为什么输入1 我跟各位讲 如果假如你是第一个的话 那请你输入0 因为它编号呢 一定从0开始编 这个是规则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个本来就是规则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的是 第二个表格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这个表格里面的 瓜糊 小瓜糊一 就是说里面有第二个 帮我抓回来 OK 那他抓回来的意思是说 把整个表格里面的资料 通通抓 所以哦 接下来其实就是把这一整个表格啦 不过他抓不会是让你看到这个 而会是看到这个东西 这一个东西啦 里面的话还有什么 里面还有一个T8 不过这个可以略过不要管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不需要处理 我们主要是要处理里面的TR 所以里面的话有这么多TR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一直这么多个啦 最后结束到这里 所以我需要把所有的TR抓回来 然后呢 再去分辨说他到底是TH 还是TD 这边有没有 这个刚刚讲的 只要是栏位名称都TH啦 然后再来的话呢 TH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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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类推 规则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 先把这个table先抓回来 放一个物件里面 再来的话呢 第二层就是再针对这个table的物件 再去找里面的TR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前面我再给他一个物件名称叫TRS TRS只是所有的table rule 所有列在这里 那底下的话因为有很多个 这边的话大概有几个呢 其实估算一下至少应该有个 20个吧 那如果假设了 for i 我们跑个回圈 编号一样从0开始 到它总长度-1 OK 比如说假设是20的话 它编号从0开始 那就0到19 把它全部抓回来 那再来就针对是TH 所以我们是先找一下TH TH的话其实会有两种规则 什么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说 它的TH到底是有几个 你可以刚好看到 这个是四个 一二三四 那这个的话 这一列就是只有一个 这一列是四个 这一列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因为四个跟一个的规则 其实不一样 四个的话呢 它就是分别把它全部抓回来 好 那如果假设了 我这边设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它的TH的数量 假设大于1的话 那表示说它是第一列 那我第一列用第一列的方式处理 那第一列的方式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给它跑个回圈 反正我就避开第一个 然后分别把那个 应该是把资料一个个丢到A1 到这个1 有没有 我弄一下 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储存是空的 这个是空的 所以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出现 下一个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肇事件数 有没有 下一个的话就是死亡人数 然后受伤人数 有没有 就把它一个一个的把它抓出来 那这个是第一列的时候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列的话呢 它的TDS就不会是大于1 因为它只有一个 下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啦 81年以后 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这个TR这一列 它就是TH 然后后面就TD TD 所以找一定会 只会找到一个 所以不会大于1 所以不会大于1的话 它的规则就是先TH 底下有4个TD 所以我用这个规则 所以跳到下面 L10 然后一样呢 再来我们先抓TH 再抓TD 然后呢 后面一样是加一个什么 inner test 所谓的inner test 就是里面的资料 帮我取得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指定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几列嘛 因为I等于1嘛 所以第几列 那就放在它第二 加1的话呢 那就是第二列 那A欄 E之类推 那底下的话 因为有4个TD 所以底下的话呢 就把TD 逐一把它抓回来 然后放在这个底下 OK 所以逐一看一下 抓一个 抓两个 抓三个 抓四个 OK 反正底下都一样 那下一个的话 一样只会有一个TH 所以它会跳L10 那要把TH 跟TD的标签资料抓出来 然后把它的第一个TH丢出来 然后把底下的TD 逐一的把它输出 OK E之类推啦 后面都一样 所以让它全部run一下 最后再加一个autofit 让它自动调来很宽 这样资料呢 就全部下来了 OK 其实有点复杂 但是 没有办法 如果假如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已经算是最简单的 所以最难的部分 应该就是要了解它的标签 所以你只要了解它的标签 里面总共其实应该有四种标签 你需要知道 第一个是Table 第二个的话是TR 第三个是TH 第四个是TD 反正就把这个TD里面的资料抓回来 抓它里面的Innertest 丢到出生格里面 这样就OK了 试一下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先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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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